上一集提到低頭60度 肩頸負荷達到60磅 不知不覺間肩頸會勞損 嚴重會出現追間盤突出的問題 有機會要做手術 究竟手術要怎樣做 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可以舒緩肩頸痛呢 立即看今集的TOPIC 診證室 可能大家聽到追間盤、做手術 甚至乎會否傷到神經線 其實手術的風險是怎樣 大家最怕會否癱瘓 有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頸椎中有一條中枢神經 控制手腳四肢 如果整身的話有機會癱瘓 但這麼嚴重的風險一般是少於1% 通常都會沿著頸紋 有2cm的傷口 在前面就把追間盤拿出來 更換一些東西 一個選擇就是換一些不能動的東西 我們叫做頸椎融合手術 就是把追間盤換了一個支架 再用螺絲固定 這節頸骨就不能動了 會不會有些動作做不到的 影響不大 因為我們的頸椎50%的活動幅度 是在頸椎的頭顱和頸椎第1、2節 即是無論是轉頭或是額頭 50%都是在第1、2節 其他的節數就分擔其餘剩下的50% 但當然它的不好處是 你會釘緊一節之後 你其他節會做多了工作 原本7個人工作 現在只有6個人工作 其他人就會辛苦了 他們就會加快了他們的勞損 另一兩樣東西 就是可以換一些可以動的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模型 就是一個頸椎的追間盤的更換手術 換一個可以動的東西 好處就是可以有頸椎的動動 譬如像融合術一樣 其實簡單都黏住了 會不會隔多久又要換 例如年輕的患者 剛才提到很多都是30多歲 做手術 會不會到40-50歲又要捱多一刀 現有的技術就是融合 或者是一個追間盤更換 其實兩者都有好處和不好處 歷史最長的當然是融合術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你融合後 其實那節叫做一路永逸 新的技術就是追間盤更換 好處就是可以有活動性 但不好處就是 它有機會有磨蝕的問題 因為它還可以動的 但好像更換的手術 其實有沒有說同一節是可以換多少次 會不會可能它這次用了 一個更換的追間盤物料 它真的磨蝕了 它下一次是要做融合手術呢 是的 你的邏輯性很對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那節換了之後 到目前為止 現有的技術來講 都會建議你做融合術 例如初出問題的話 可能很多時候 人們的肩頸筒問題 都會用一些外敷的物料 可能坊間也有很多 其實這些外敷物料的作用在哪裡 或者對於真正有骨骼勞損的問題 是有沒有幫助呢 最簡單的一些外敷的東西 就是溫度 就是熱敷 其實如果你的最常的頸筒 都是肌肉問題 肌肉勞損 其實你用熱敷 幫你放鬆肌肉 其實都會有幫助 另外一類的 就是一些止痛貼的東西 是一些消炎止痛貼 如果你是一些輕微的痛症的話 你又不想吃止痛藥 你也可以用止痛的消炎貼 貼在肌肉那裡 幫你局部止痛 如果他真的做完一天 覺得有些肩頸痛問題 是不是都可以用熱毛巾敷 可以的 有些暖敷、熱敷、月水袋、熱毛巾 其實可不可以介紹一些動作 可能給一些朋友 他可能都有一些頸筒問題 他們應該可以做些什麼 舒緩動作比較好 剛才我們可以做一個頸的伸展動作 幫我們放鬆頸後面的肌肉 這是一個拉筋的動作 我們把手放在頭的一邊 然後把它按下去 斜對面的角 好像看向斜對面的角 那隻腳的方向 拉著大約十幾秒 十幾秒後就放鬆了 再做另一邊 也是十幾秒 重複做十幾下 這樣幫我們放鬆肌肉 另一個動作 就是一個收下巴的動作 幫我們放鬆頸椎骨 首先我們會把頭殼的下巴 縮進去 我們可以用手指幫幫 縮進去 這樣可能出現了雙下巴 這樣縮進去 這樣撐住它大約是十幾秒 又放鬆它 然後又再收它 推一推它 重複做十幾下